主要我們就把裡面的list view 然後載全民音檢 我從網路上抓全民音檢 不知道幾個單字我忘記了 反正抓蠻多的 全民音檢裡面的話 假設我是一個清單 還不是學習 就是學習模式 點擊進去的話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把裡面的內容跳出來 或者將來你顯示的時候 可以只顯示英文的 然後點擊它出來才是中文的翻譯 就是說有點像學習模式 那未來也許可以學習測驗模式 會有很多模式 可以讓它先觀看 看完之後再來考試 隨機呢 像之前Java 類似有一題嘛 從段數裡面抽五題出來 測驗 然後看它最短的時間裡面答對幾題 反正可以做個紀錄 也許未來紀錄 你可以把它記在那個SQLite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把這些資料也許家長模式就可以看一下 你的小朋友答對多少 也許以後可以讓它玩遊戲 就是說 如果當它答對幾題 要能夠給它隨時 能夠達到一個成績的時候 才能夠給它一些什麼東西 比如說可以 反正就是跟小朋友玩遊戲 給它一些獎勵之類的 OK 那所以透過APP對它來說 他們應該會蠻喜歡的 只是說因為小朋友一直玩手機 就是玩一些遊戲 可能沒有辦法拿來做學習 其實反而是會有問題的 那當然前提是 一定要有人開發出一些東西 給小朋友玩 那這些人在哪裡 其實真的是少之又少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要開發一個APP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去評估說 它的商業利益多大 但一般人不會去想到說 它的背後的那個教育意義有多大 通常是教育意義是賺不到錢的 OK 有些東西你做一件事情 是賺不到錢的 OK 那賺不到錢就不會有人去做 只有傻瓜會去做 誰會去當傻瓜呢 不過這時候上還是有很多傻瓜 OK 我以前也曾經當過很多傻瓜 我現在有時候也做傻瓜 不過我覺得反而做傻瓜 得到的快樂 會比你純粹是講利益 來的就不一樣 OK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體會那個道理 做一些東西喔 不是為了賺錢 這有時候反而 得到的東西反而是 那種無形的快樂是 有時候是金錢買不到的啦 OK 所以有時候是可以做一點 有意義教育意義的事情 因為你的底層穩定的 你的上面才會穩 你下面都不穩的 那年輕人現在很多都不穩定 那上面怎麼會穩呢 一個都是一個社會是 一個社會應該是 一個是互相的關聯性的嘛 OK好 那重點在這裡 OK那有改變哪些喔 請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跟剛剛的這個東西喔 最大的差別喔 我點擊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背後的顏色有沒有 你預設一定是淺藍色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改成淺藍色 我想要改成綠色可不可以 如果你要改成綠色喔 Default是不行的 除非你要做一點事情 什麼事情 就跟網頁一樣 你要先在你的背後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 就像印刷那個 你那個板上面喔 修改顏色 改完之後才能變顏色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不容易啦 一樣你要先產生一個 顏色 比如說綠色的底圖 再把它放進來 那那個底圖不需要說 一定要這麼寬 一定要這麼高 只要是一張圖就可以 因為它會像網頁一樣 自動幫你怎麼樣 把它延伸出去 OK好 所以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裡面的內容 我們本來是 總共這麼單調的 有四個東西 那現在我們怎麼樣 可以把全民音節的東西拿進來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建一個string array就好了 不過那個建string array 可能全民音節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 為了要上課方便 我已經幫各位把全民音節的item 你把它頂開來 其實就在這裡 那你只要做什麼item有沒有 item頭 item尾 你只要怎麼樣 加一個string array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string array的結束就好了 把它包在裡面 那這裡面有多少個我也不知道 好像沒有全部抓了 大概就抓個意思一下 那這個資料呢 你就關鍵字全民音節 網路上就可以找到 而且非常完整 大概有幾千個單字吧 那如果你要做個全民音節的app 我覺得應該下載的人數應該也不少 而且如果你可以很貼心的幫他做一些 學習模式啦 測驗模式等等的 或者還可以跟那個 真的全民音節考試的那個模型 那個那個模式很類似的 那我想應該下載的次數應該會更多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這些東西 我們已經做好item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怎麼去變更它的相關東西 包含什麼 包含就是說呢 它的背景圖 那背景圖實際上 這邊有一個屬性 叫做selector selector的屬性 那selector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一張圖 那這個圖怎麼做 其實就是30乘60 大概的尺寸 那我用什麼東西做 用小畫家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用photoshop做也可以啦 可是殺機不用牛刀 你只要用最簡單的工具 電腦裡有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可以做出什麼 做出那個alern dialog 所以alern dialog 我們最後顯示出來 大概就像這樣啦 就是跳出來 有個alern dialog ok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剛 你想說那個專案要不要重新建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啦 因為我覺得一般如果說跟第一題很像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第一題的這個專案 你看怎麼樣 複製過來 ok 複製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 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把這個1改成2 就是變成這個是第二題 全民音檢的練習題 然後呢你再把它 把你的現在的專案關閉 再重新開啟 那它開啟會問你說 所以把它close掉好了 那這時候呢你用open open exist 然後它會幫你去找一下 因為我放在的是低疊 所以在低疊底下找 找那個我的那個 因為我這一台會還原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這個低疊底下的 這個底下的專案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它會自動出現那個 CH07的List View 2 ok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按ok 那我們可以在List View 1的基礎上 再去做修改 不然的話你要重新再做那些東西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喔 以後是不是說你 我的習慣啦 我不知道 你們如果更好的方法 可以再跟我講 因為在Android Studio 它比較沒有很良好的 版本控制的那些工具 那所以我比較簡單的方法 是用複製再去開啟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發現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喔 那一樣呢 你開起來之後 它的專案喔 基本上呢 比較麻煩是說 它的Project模式 你必須要自己點擊 所以開起來 你會發現什麼都沒有 那你記得喔 在左上角這邊喔 去開啟它 那怎麼把需要的東西開啟 記得MVC M放哪裡 放在Strings裡面 所以先把M打開 再把V V的話放哪裡呢 放Layout裡面 所以把Layout打開 C C放在哪裏 Java裡面 所以請你把Java第一個 Main Elever打開 那你再分別把MVC 分別做變更 結果就出現了 OK喔 所以基本上 第一個啦 請各位先 如果你要重開 我也不反對啦 但如果你希望 快一點的方法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複製一個 再去開啟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未來也許啊 1234 反正你就可以有個樣板 其他的話就用那個樣板 去做變更 然後記得就是說 開啟專案 開啟那個專案之後 分別也是一樣把MVC 三個先開起來 那你在照著MVC 的這個過程 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你的那個專案 自然而然就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來了 反正就是有條理的啦 就是有條理的去寫你的專案 我覺得感覺起來應該也是一件滿愉快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效率上面 應該也會 這個這個 會還滿快的 因為基本上一個APP 只要你對了 該有的東西都有了 這個APP自然就產生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把一個APP產生之前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的M在哪裡 就是你的Model 你的主要是你的Data 那個Data部分的話 當然也有分成文字的Data 跟那個圖形的Data 反正就是相關的Resource 你就先把它準備好 那這個感覺有點像 如果你以前做過網站的話 就是前面要收集相關的資料 然後把這些相關資料做完之後 再去思考View View的話就是 就是美工人員 可能就是把美工部分再加強一下 那C的話就是程式開發人員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分成三個 其實如果在專業度 專業來說 其實是三個專業 一個是 一般是Data Base的那個工程師 一個是美工 一個是程式設計師 那他把它分開也是好 互相不干擾 像有一些設計的環境是 全部夾雜在一起 MVC完全不分 通通在一起 我想你們應該常看到 像PHP就是這樣子 網頁跟那個程式全部混在一起 那對於工程師開發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可以試試看